木谷木鱼在泰鲁閣族語是世外桃源的意思 随着封吸禁令的解除 成了游客巡邮探訪的熱點 然而垃圾量也跟著變多 在村長的帶領下 將近20位的村民來到花蓮慈濟環保站參訪 就是要學習資源回收的相關知識 在分類的過程當中 真的每一個細節 然後每一個它的那個像那個籽類 籽類還分三種這樣子 我覺得它這個系統的工程 提 提 斷 斷 慈濟志工分享分類的口訣 也帶著大家一起動手做 再將這份經驗帶回村子 吸收內化之後 加接由石座 此地的體驗之後 更加深技的意向 帶回去給村民 讓他們更能夠落實在村子裡面 也能夠落實去做分類 做清洗的動作 愛家 愛鄉 愛地球 每一個人盡一份力 在享受美麗的自然生態同時 也讓清靜保持在源頭 大愛新聞正善美志工 郭慶斌 花蓮報導 容疑 谢谢观看